那我們來看看水晴吃緊了 但是高雄鳳山有打開水龍頭的怪客 有店家清晨準備出來做生意嘛 就發現這個旗樓下水龍頭怎麼被轉開了呢 調監視器才發現是一名男子打開水龍頭 就離開放任水一直流 有夠浪費 半夜4點多一名男子進到旗樓把水龍頭尋開 不是要洗手還立刻走人 就放著水龍頭的水一直流一直流 受害店家把影片公布出來 通往男子把水龍頭通通打開 還這樣就跑了 到底什麼心態 而且受害的不只一家 不捨水晴吃緊 水資源還這樣被浪費 其他角度監視器也拍到 同一人沿著鳳山區安寧街一直走 疑似發現店家門前有水龍頭 就走進去開 開完就跑 開完就跑 還好是鄰居四點多就起床下樓發現 即時止水 否則這個月水費就虧大了 麻煩的是水龍頭怪客就算找到了 業者損失也只能提告民事求償 浪費掉造成店家水費增加的部分 店家可依民事提出求償 就把他鎖起來不至於他來的時候 開了就鎖 另一家滷胃攤也被開過水龍頭 乾脆把開關上鎖 老闆娘說原本就有水塔儲水 這次水晴緊繃又自備豚水水桶 用來洗碗盤 就是怕陷水陷到高雄來 沒想到還出現開水龍頭怪客 浪費水資源的行徑 讓店家都氣得牙癢癢 記者蔡雙吉高雄報導 現在水晴知景北水南宋 勢在必行水公司超前部署 盤點基隆港供水設備 不排除會掉這個軍艦來送水 海軍成功艦停泊在基隆港軍用碼頭 而這個碼頭不只海軍運輔 未來恐怕還身兼北水南宋供水站 牆邊兩具轉水閥 以往在外島缺水時協助支援外島用水 目前基隆新山水庫水晴良好 未來把水輸送到船艦裡 每天最大供水量可達到三千噸 除了軍用的船隻可運水之外 民間部分也可租用以改裝的運水船 輛艙散裝船甚至國外運水船等等 都可侍需求搭配運用 這兩個孔 他到時候會鎖那個固定的 跟接軟桿直接到他軍艦上面這裡 大家口徑是兩百的 北水南宋全等中央罰好司令 但其實北部水庫也自身 南保亮起紅燈 新竹寶山水庫不到兩成 寶二和永和山水庫更不到一成 而每天還要支援二十萬噸 給新竹的桃園石門水庫 本週甚至會跌破三成 石門水庫只為每天都在下降 船隻幾乎無法通行 江牧島居民每天靠小船進出 如今等同受困孤島 甚至有居民用耕耘鏡 在干涸的地上寫了大大的SOS求救訊號 沒有水路得多走近一小時產業道路 不少居民已打算暫時搬家 留下來的住戶 只希望政府能重視庫居居民 給他們一條回家的路 記者朱丁榮 劉志展 基隆桃園報導